Layu聊世紀 天天如星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驅逐羅倫對上硬家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 Rub地圖 好 很久沒有看到 Viper出現在我們的單挑比賽影片裡面 那驅逐羅倫呢 他這個文明比較特別 是一開始開場會有兩個果樹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也算是他的經濟家崇 主要是因為 他的這個訓養動物 可以放在模仿裡面 慢慢產生食物 所以驅逐羅倫的開局 跟陰伴的文明也不太一樣 需要先拉個一圈 趕快去蓋一下自己的模仿 就可以趕快把這個豬 放進去裡面養 就可以慢慢產生食物出來 那這個能力呢 讓驅逐羅倫的前期的肉量 會非常多了 到了後期 累積的肉量也是相當可觀的 破千是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要到了什麼後期啦 那驅逐羅倫呢 他這個文明 比較是偏向於打馬舊單位的 例如打這個 四里五摩瓦殺騎兵 還有這個 我們俗稱的閃避馬 還有這個駱駝 這兩個單位為主的 那 他的駱駝呢 跟閃避馬 就是騎乘單位 對敵方的這個額外增傷 還會再多更一點點 額外增傷再更多一些些 好像再多25% 那這個傷害是非常高的 例如他駱駝 打遊俠的傷害 增傷會再更高一點 所以團戰的驅逐羅倫來說 都是打駱駝居舵 那單挑的部分呢 他大部分是打這個 大落馬 閃避馬 還有工兵 寶兵 還有 駱駝 然後這些單位為主的 基本上其他東西 不太會出 但當然要打戰毛兵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要值得注意的事情 驅逐羅倫他有科技上的一些 不足的問題 那主要是在這個 槍兵的部分 因為他的槍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他也不能升到重裝長槍兵 不過遇到自己斷金的時候 又遇到對方大馬暴 就會很危險 基本上是擋得太住 所以驅逐羅倫 是很需要注重自己的黃金 地點的一個文明 那當然驅逐羅倫 後期也可以打這個相公 甚至火槍也都可以 當然就是要特別注意 長槍兵的部分 一定要注意 不能研發 所以只能用一般的斗力去防守 接下來看一下印加人 印加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所有的軍事單位 有這個食物消耗的減免 不管只要出火槍 駝士手戰 毛老鷹 這些單位 都是有這個加成的 而且印加人 他這個文明 算是南美洲文明裡面 我覺得在阿拉伯裡面 也算是最強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這個食物消耗減免 到了後期 非常可貫 而且後期有植物盾 可以讓自己的老鷹 投石手槍隊長 遠防特別高 印加來說 基本上要打什麼兵都沒有問題 步兵攻兵都OK 但缺點一樣就是 他沒有火器單位 所以這一點 到了後期沒有火炮 可能還是要用更多的老鷹 去壓制對方的攻城系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最近有觀眾在問 可不可以我出一支 新手教學影片 我在想 如果教學影片要講的話 要來講什麼比較好 大部分可能是要講細節上的東西 但仔細想想 新手要學細節上的東西 可能會有點太困難 還是要來講這個大局關呢 這一點有點在 在煩惱當中 因為我這個人 比較 太喜歡深思熟慮了 一個事情 很簡單的事情 我都會把它想得很複雜 所以 這個教學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或想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提出給我 我們說不定改天 就可以來出一個 針對於新手的一些 十大觀念之類的 去做一個 加強解說 好 看到 趨多洛人這邊 是要開局 你看 但是這邊 第一時間已經被印加 開局 棒棒 騷擾了 而且老英這邊是有在前面卡位的 所以村民也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回到神聖中心裡做防守 結果 Viper這邊靠了手術 蓋了四個木槍 上面這個木槍可能要被打破 完蛋 沒了 唉唷 再圍 我的 What the 這就是Viper嗎 太狠了 軍人被他圍起來了 好 後面趕快下個射箭場 那缺著羅倫 他有一招打法 在城堡時代很兇猛 就是 封劍打工兵 然後轉城堡時代 工兵變奴兵 然後就不去出工兵了 而是轉閃避馬跟駱駝 三種單位 非常殘忍 後面再下個修道院 跟工程器製造所 那個強軍式打法 基本上是很少人可以擋得住的 因為你要遇到的是 對方有工兵 還有駱駝 駝駝車 老頭 你出戰毛兵打工兵也不行 有閃避馬 而且還有駝駝車 那你出槍兵去守的話 又被弩兵給射爆 那這個打法 是屈奴羅倫的一個 比較強勢的強軍式的戰術 那當然也是要封劍時代 打出一些東西來 如果沒有被滾雪球的話 如果有一栽持續爆兵 說不定還能擋住 那如果讓屈奴羅倫這個打法成型的話 基本上是很難守得下來 所以現在屈奴羅倫這邊已經工兵開局 那印加人這邊 可能就要去思考 要不要趕快去轉一些毛病 先去消耗一下 這邊工兵的血量 甚至不要讓對方的工兵成型 那稍微介紹一下這位 投英帝國痛大死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龍老師 他在正式名稱應該叫VB吧 那他的實力喔 其實跟天空熊是差不多 甚至有一些情況下 比天空熊還要厲害 可能是經驗上的部分吧 我記得龍老師也跟又一樣 常常在這個直播裡面 打世紀帝國 而且打時間是非常長的那種 都是長時間在玩遊戲的 天空熊在今年來說 才比較常在打世紀帝國 也不是說常在啦 就是比較更專業一點 那龍老師他本來就是 已經在靠這個在生活的 甚至也算是他的副業之類的 我也不太確定了 我對龍老師也不是很熟 這是我的猜測而已 純屬猜測 那我是個人認為 很久以前就看了龍老師的影片 看了非常多 那他的實力喔 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雖然又還是中國帝喔 那我覺得 中國帝二應該就是這位龍老師啦 為什麼他叫龍老師喔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可能是 他自稱自己是肥龍吧 好 那看到我白牌這邊出了一些毛病喔 進行反制 那這邊硬家喔 工兵配毛病喔 確實可以給驅逐人蠻大的壓力 就逼得驅逐人喔 一定要出毛病去防守 而不是出弓兵喔 所以我剛剛這個數的打法 驅逐羅人 封建世代出弓兵喔 去上去 升級弩兵這個打法 基本上這裡就很難成立起來了 那這也是硬家 想要引導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邊佔毛病這麼多 可以選擇用這個 老鷹喔 去反制 那驅逐羅人上方已經圍好了 那我們就去講回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的部分的話 那驅逐羅人喔 雖然前面喔 會比較難受 你看這邊果子 被控在前面 是非常不舒服的 你要在那邊前面圍起來 才會比較好 多一點 那MAP也沒有很著急喔 要趕快去 大爆兵防守 而是很穩健喔 把佳麗自己給圍起來 那這個也是 可以跟 新手講的一些事情 就是你封建世代的時候 千萬不要直接大圍喔 好你一定要先出兵 然後再開始圍架 你沒有兵的話 防守來說就會很困難 那你如果先大圍的話 就沒有兵 你的防守來說 或是要圍圍牆 更容易會被抓到 更容易可以出現這種 防守失誤的狀況出現 所以先下射箭場 跟瑪雷歐 還有均勻 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那圍架的話 反而是其次要去做的事情 反而不是首選 那這個部分 可能玩家們喔 在遊戲的剛接觸的時候 會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情 那玩了可能一段時間 就會比較了解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大圍的部分 會拖擋你經濟喔 你的村民就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撒農田喔 你的兵的這個數量 很容易就會落後於對手 好 那贏家人這邊 是已經轉出了 更多的老鷹 好四隻老鷹囉 但是 驅逐羅倫這邊也是 點下了 肉碼 那驅逐羅倫的肉碼 基本上是滿的 雖然攻擊力沒有滿 但是他後期可以點下 薩地利喔 這個銀罐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食物消耗 也是減少25% 但是 硬加人是天生就有的 那這個能力呢 人家是要點銀罐 那硬加是天生就有 而且硬加到地獄時代是減30% 比這個薩地利 減免的還要更多一些 那驅逐羅倫的薩地利呢 也是地獄時代後期才會點 城堡時代就點的 情況是比較偏少一點的 除非真的是 城堡時代兩邊都在 荒狂大爆兵喔 打爆了可能 村民初都已經破百人 才有可能在城堡時代點這個薩地利 那為什麼最近要講這麼仔細喔 因為我發現 講得太簡略了 還是會常常有人誤會我在講什麼 像前幾天我講 中國通常會領先益村 然後就有人會說 欸你確定是領先益村嗎 那我就會覺得說 嗯 對 因為大部分情況是一村喔 比較頂尖的選手是兩村喔 其實你們常看觀戰的時候就會發現喔 這些細節上面來說 大家會比較不去注重喔 就是 實戰上面的東西喔 而是只會看面表上寫的東西而已 因為中國雖然一開始是寫喔 領先三村喔 一開始會多三村 但十五減兩百喔 實際上你會領先其他會命喔 通常只有一村而已 而不是 三村喔 偶爾可能比較會看到一些 比較頂尖的配置喔 則是兩村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世紀利果上的觀念跟實戰喔 是 更為重要一點的 因為你的經驗跟實戰喔 會讓你知道這些 細微的差異 讓你進而 打出優勢來啊 甚至讓你知道要怎麼去應對 好 那Viper這邊直接衝進去之後 三隻洛瑪跑進去 那這邊的工兵可能要全部倒地了 那龍老師這邊也做得不錯 只拉了毛兵向前 工兵在後面喔 那這邊沒有用工兵去追肉馬 有點小小的失算喔 如果這邊Viper工兵回去打工兵 可以稍微鑽一點點 但這邊完全不想空了 這邊進去就是沒有想要出來的意思 這邊肉馬再繼續繞 龍老師這邊點下城堡時代 Viper這邊城堡時代已經落後大約快一分鐘喔 好這邊繼續轉工兵喔 哎呦 Viper該不是要打我說的內招嗎 驅逐肉人 封建時代續工兵 然後一次鬧地龍時代趕快補個馬就 馬就贏了一個應該還可以喔 開門包補了雙馬就 單馬就也可以喔 單馬就好處是可以 編出閃避馬或駱駝 然後轉出城鎮中心開弄的打法 而且也不會讓你的工兵接續會有斷掉的問題 肉類的使用效率喔 會不會這麼的誇張 當然可以讓自己開出雙TC 穩穩運轉 甚至惡農惡木也可以點 二級色也OK 這是這一套的優點 那Viper這邊比較慘喔 這個果子跟金幻都在前面喔 現在就被控住了 那現在只能挖後面的黃金 但還行 至少後面有一塊黃金還能生火 好那硬家這邊直接開出了 這個二級色 然後老鷹英勇士也升級了 家裡用一些老鷹去追家裡的弱馬 後面果然開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左邊已經開始為死了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喔 這個二級色 然後配上奴兵 還有這個閃避馬 少量開始按 那為什麼驅逐羅倫 城堡時代一定要打閃避馬 是因為印家人這邊是 五馬就的文明喔 所以駱駝單位喔 是絕對不會去思考去按的東西 閃避馬按下去的話 基本上老鷹也能打喔 只要數量不要差太多 基本上要打老鷹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而且血量上來說也比老鷹還要多喔 攻擊力上來說也是喔 所以閃避馬按得夠多喔 可以直接全吃這野的單位喔 那這邊就要看viper要不要考慮喔 去轉出雙馬就喔 那如果轉出雙馬就的話 這邊配黃金的人就要更多一點喔 viper決定因為不要挖太多黃金 去傷到自己經濟 而是選擇了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可能是想要出個奴炮 或是投石車 都是可以的 前面閃避馬 就是給對面的老鷹更多壓力喔 但是印家這邊的老鷹喔 往往都會有這個數量上的優勢喔 因為老鷹的造價喔 比騎乘單位更便宜一些喔 尤其是食物方面喔 老鷹的肉量喔 只需要一點點喔 不到30肉還40肉吧 可能連30肉都沒有 因為這是印家人 那印家人這邊老鷹的話 黃金只需要50喔 那食物的話是25吧 印象中 所以不用30 所以到了後面一隻老鷹 可能只要19塊 還18塊 哇 這個造價非常省 所以為什麼老鷹喔 可以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就可以爆出這麼多 這也是南美洲國喔 這個文明國 很容易打出一個戰術喔 這個封建老鷹爆 然後轉城堡時代老鷹爆 也OK 那城堡時代老鷹爆 我會比較更建議一點喔 因為城堡時代的黃金量 或許會更穩定一些 而且肉量需求 也不像封建時代這麼有需求 好 這邊直接用老鷹想要抓到 後方的投資車 順利解掉 下方少量閃密碼 收掉了後方的老鷹 正面直接撞城堡中心的關係 所以已經損失掉了一些村民 但村民損失量其實並不多 Viper只被擊殺掉了 兩隻村民 這不是我看錯嗎 剛剛看起來好像倒了蠻多村的 喔咦 真的只有兩村耶 哇靠這個就是Viper嗎 好厲害啊 真的只有兩村耶 這麼多老鷹飛進來 我看我是要死個十村以上了 百魁居然是只有死了兩村啊 這個細節控制喔 還是做得非常好 好這邊閃密碼繼續出 但是單馬就有關係喔 閃密碼的量產速度並不快 而且有兩隻閃密碼是殘血狀況喔 這裡可能可以考慮下個修道院 但現在有點吃緊喔 這個資源量 好投資車砸到一發 有這個預判成功 砸掉了非常多的老鷹的血量 這邊老鷹想要去抓他投資車 看來是沒機會 前方的工兵跟戰貓兵 想要持續壓制喔 但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繼續壓下去了 好 硬加這邊第一波的老鷹壓制 已經要...快要宣告失敗了 好 但這邊又往後想要繼續圍 但後方有投資車 直接砸到後方 工兵全部砸光 龍老師 工兵後方全部損失 正面只剩少量的工兵 可以做防守 待會家裡的老鷹解完喔 就可以用閃密碼去解掉 剩下的工兵單位了 好這邊肉有點缺 後面有再繼續灑農田 目前村民數是66村 大53村 目前是由Wiper 領先了大約13村喔 這個經濟差距領先的還是很多 但工作效率來說 是鷹家這邊領先喔 因為鷹家家裡 基本上沒有被騷擾到 工作效率是73% 實際上來說 經濟效率應該是大於 Viper這邊的 因為Viper剛剛一直有收村喔 甚至有村民沒有在工作的情況下 所以經濟上來說 可能Viper目前沒有那麼領先喔 實際的採集到資源 這邊想要蓋城堡 結果被老鷹又再被凶個一波 又被壓了回去 這邊老鷹凶得非常好 而且二房早就已經點下了 完全不怕箭矢傷害 拉了少量的閃兵馬 哇你看這個閃兵馬 打這工兵超級痛阿 各種爆血阿 等下四刀還五刀 就可以打掉一隻戰毛兵了 應該是四刀吧 這個投資車可能修不回來 怨老鷹的數量夠多 傷害也上了 這邊直接挖了兩個城堡出來 直接前面壓寶 守住上方的墓須 下方的黃金礦 自己主機能搶過來的話 Viper就有機會喔 那這邊還把 魔坊裡面的羊 全部拉出來吃喔 最主要是因為 現在已經斷肉 斷的有點慘 需要打量肉類 去補足現在的肉類經濟 所以這個肉 也不一定要放在魔坊裡面 這個可以當作這個 緊急糧食喔 全家養寵物豬適當寵物 驅逐人養豬 是真的是拿來吃的 並不是真的一直養 真正的 意義上的緊急糧食 好 硬家這邊展出了重裝長槍兵 下方兩棟城堡已經建起來 可以再繼續往外擴了 但城鎮中心的部分 其實家裡也沒什麼地方好開的 不過正在往外開的話 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或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不確定能不能下城鎮中心 因為它這邊有凸起來一個高地 這個高地應該是沒有辦法拍城鎮中心 如果要拍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有機會可以拍得下去 因為這邊有點空曠一點點 好 閃避板走到了後方 龍老師看到前壓不成 直接開始3TC轉龍 然後 Rapper則 則就是 雙TC繼續龍 第三個TC 沒有繼續補下 那也可以考慮在這個黃金礦附近 直接開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旁邊已經有一根城堡了 所以其實也不用考慮開在旁邊 也可以直接考慮開在後面的墓區 或是右方這邊的墓區 都可以考慮的 甚至上面這個地方 開一個城鎮中心也可以 但這個地方就風險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開這邊的話 上方是高地 頭子車一過來的話 可以輕鬆砸掉上面的城鎮中心 而且現在 Viper沒有軍事上的優勢 所以應該不會在 Viper的考慮範圍之內 當然這個地方也是可以 但這邊又被插寶 插寶就蓋不起來 好 Viper現在沒有軍事上的優勢 所以決定開到後方的墓區了 OK 那為什麼要講這麼多 這個 順便講一下 這個城鎮中心到底可以開在哪裡 也可以讓一些新手們 當作個參考 還有實戰上面的一些建議 好 這個優缺點 講一下 讓大家自己去選擇 好 目前看到 驅逐羅倫這邊是轉出了沙地利 當然這邊是沒有在電容世代之前 就點下囉 哇 他在電容世代前就點下了沙地利 然後就開始轉出自己的寶兵 那這也是Viper的一個細節 因為驅逐羅倫這個文明 這個環刃頭子手的肉量 其實是非常吃很多的一個單位 肉量吃65肉 點下了沙地利之後 這個單位減免大概是會減到快要48肉左右吧 就會比較省一點喔 大概就是一隻一隻 一隻村民的造價而已 所以驅逐羅倫 如果要轉寶兵的話 一定要先點沙地利喔 再慢慢轉出寶兵出來 會更適當一點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 硬家已經點下帝龍世代了 但是驅逐羅倫這邊 還在城堡世代 而且點了沙地利之後 點城堡世代時間會更晚喔 因為沙地利這個科技喔 就要500肉450黃金喔 這個造價基本上就是 帝龍世代一半的價格 所以通常我會說 這個沙地利都是 帝龍世代之後才會點喔 就是因為為了要先點帝龍世代喔 帝龍世代點下去之後 有500肉才會去點這個沙地利 不然這個時代落後會 顯得蠻嚴重的喔 被打出時代差距的話 往往是一個不可逆的後果 那我們這邊就要來看喔 驅逐羅倫這邊 到底要怎麼去防守 將近帝龍世代領先 那自己呢 還點下沙地利喔 然後還轉出了一些馬舊科技 在對於科技上落後的情況下 要怎麼守住到最後 可是我也蠻好奇的 那最近天空熊喔 他也在練驅逐羅倫喔 所以這部影片喔 可能可以讓天空熊做一個參考 雖然我不知道後面的結果是如何 但看到目前喔 MIPER做了蠻多驅逐羅倫的人 會有的一些細節喔 而且魯森那個沙地利的時間點喔 還有轉兵的時間 還有這個保兵出來的時間點喔 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還有蓋城堡防守 我覺得也是驅逐羅倫這邊 可以去做的細節 因為驅逐羅倫喔 本身雖然是一個強軍式 可以很強的一個文明喔 但他防守來說 轉出後期的資源跟經濟喔 或是一些戰術選擇喔 我覺得也是值得參考的一個部分 好 目前看到硬家人已經點下了 帝王時代還有10秒鐘就可以升級好 好 一升到帝王時代 要怎麼打呢 先升為強弩吧 這邊弓兵出量21隻 升級強弩的投資 我覺得是OK的 這邊直接用老英去擋 去擋閃兵馬 但一定打不贏 閃兵馬的體質喔 剛剛前面講過了 一定是可以打得贏老英的喔 好 閃兵馬我再上車上前 那除非老英這邊點下三弓跟精銳喔 才有可能可以跟閃兵馬 打個可能六四開喔 稍微對閃兵馬有一點優勢喔 最主要是血量上的差異喔 然後就是攻防的部分 好 那這邊看到喔 後面這麼大量直接過來壓寶 好 那MIPER這邊 定用時代號一分半 這邊巨星同士已經敲下 開始攻城去擋羅倫這邊的城堡 好 這一根 哇 閃兵馬 扛不住這麼多箭矢的傷害 直接被射光了 好 去擋羅倫這邊用少量的環人投資手 去阻止對方蓋城堡 好 這邊串燒效果感覺還不錯 還是串燒了一點血量 好 還有這邊點下了專馬技術 增加一下城堡的坦弱 這個也是小小細節 需要爭取實踐之後 就要去點這個東西喔 好 那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匠 還有走推車跟肉馬的升級 有人會說 為什麼要升級肉馬 屈折羅倫不就是打閃避嗎 目前這邊猜測可能是為了要省黃金喔 待會可以再灑笨毒農體喔 直接把這個黃金喔 省給自己的工程器喔 還有這個屈折羅倫的環刃投資手 這個寶兵 因為這個環刃投資手 你的數量不起來喔 基本上是不太能用的 所以需要很多的黃金去投資他 去升他的工坊喔 都是蠻重要的 剩下的肉呢 就可以考慮去除一些大肉馬 去燒對方家裡或是多線喔 都是ok 或是直接從去打對方的巨型投資機 也可以做為考慮的喔 目前三台巨型投資機已經開拆城堡 白河這邊村民處領先約30吋 132吋就算103吋 好這時候硬家痛大師才給我點下一級農 還有手推車 心技有點慘 但這也是剛剛喔 封箭跟城堡打強軍士的代價吧 沒有時間可以去點下一農跟手推車喔 是很正常的 好白河這邊點下了手推車之後 三級板甲一補下 這集也產出了兩台巨型投資機 準備要來慶行前壓 那硬家這裡也沒有轉出槍兵的升級喔 那奴兵也沒有升上去 這有點尷尬喔 奴兵沒有升上去 待會這些大肉馬 還有還人駝子手 要解的話就會比較難解一點 好這邊有少量的還人投資手 在燒龍牧區 後方有很多的村民 到了後方直接採野放 好這邊也純純欲動 想要用自己的還人投資手 去正面應換 還人投資手直接串燒掉了 非常多的鋪兵單位 但這個一個串燒直接把大肉公兵給串掉了 哇 mipe的還人投資手 跟我的長得有點不太一樣啊 怎麼這麼痛啊 那個防禦還沒升完 而且剛剛的公兵的防禦率是0喔 所以被串燒下去直接爆血 這就是還人投資手很厲害的地方 但還人投資手跟 勒納弩手還有中國聯儒一樣 都是手短單位喔 射程只有6而已喔 甚至比這個中國聯儒跟勒納弩手更短 這個 這兩個單位都是7喔 但還人投資手只有6 而且基本傷害不高 一定要大量的單位喔 才能做使用 好兩台巨型投資 快要拆掉前方的這棟城堡 後面拉了兩個老頭過來補個血 那硬家現在要打贏這邊主持 最好是轉一些槍隊長 給下植物盾 還有轉一些強弩 或是直接轉一些擊兵出來 都是可以的 這個陣型喔 並沒有到非常難解喔 難是難在沒有足夠的經濟喔 可以轉出這些兵出來 還有工坊沒有升上去的問題 硬家這個文明來說 打驅逐羅倫應該是不會太劣勢才對 那如果驅逐羅倫想要拿下硬家的話 可能自己的還人投資手操作是為關鍵的 好 好 正面的兩台巨型投資機 繼續拍砸正面 好 左邊的房子 繼續給硬家這邊更多的壓力 好 這邊有還人投資手解掉家裡的槍兵問題 這邊直接串燒到工兵 工兵直接爆血 哇 這個血量掉得好快 這就是還人投資手串燒效果 強弩直接瞬間只剩下兩隻 這工兵開戰一定要升啊 但通大師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因為家裡已經完全守不住了 還人投資手移進去 家裡的兵完全解不掉 這面的強奴隊也是被還人投資手 直接打了一個串燒 直接硬家只能打出GG 哇 不然這一場驅逐羅倫的駱駝 已經被封印的情況下 這邊轉出了大量的弱馬 加上還人投資手 卻可以把硬家打到頭破血 這也是因為 BIPER這邊 城堡時代守得很好 直接打出了經濟差距 然後直接用大量的兵淹過對手 這個也是蠻關鍵的 那硬家這邊最大問題 是弓兵的鎧甲一直沒有升 原本有這麼多的資源 但沒有轉出相對應的該需要的東西 所以被這一波帶走之後 就沒有辦法了 然後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 VIPER這邊拿下一些勝利 黃金上來說是輸給硬家的 因為硬家城堡時代抱了非常多的老硬 黃金需求量自然是會高的 那食物的部分則是贏了一萬一 木頭則是贏了大概一千兩百左右 之後則是贏了五百 那整體上來說 問題還是在這個異農銀末 不是異農銀末 這個異農跟手推輸 到43分鐘踩點 經濟差距已經被明顯拉開了 食物差距真是輸了快一萬了 這對於硬家來說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結果 因為硬家後期還是需要大量的肉 去轉出槍隊長或是投石手 去反制對方的還人投石手 或者是要轉強奴混投石手 這些都是硬家後期需要 必備打驅逐輪的一些單位 當然這些單位都是非常吃肉的 所以到了後期 雖然硬家有這個軍事單位的食物減免 但沒有基礎經濟 這個折扣自然就享受不到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